巴黎世界氣候峰會之際,中國出現空前大面積持續嚴重霧霧 北京在星期二的PM2.5濃度一夜之間飆升七倍 工廠停工,航班停飛,學校取消戶外活動 無論中國在巴黎氣候峰會上對空氣污染作出什麼承諾 中國民眾目前,尤其是北方大部分地區的民眾來說 近日被迫繼續忍受嚴重霧霧的惡劣影響 在上個星期五以來,京津地區、河北、山東、河南、山西等省 空氣質量急劇惡化 11月30日,北京市氣象台中午發布霧霧橙色預警 美聯社的報導說,在星期二,北京空氣質量超出安全標準35倍 有媒體形容,霧霧已經鎖了中國半壁岗山 北京深陷空前霧霧,普通民眾出行困難,身體不適 但又感到無奈,36歲的公司經理秦鎮說 肯定有影響也擔心,因為今天早上一起來的話 我就看到那個微信圈裡面都在發這個霧霧的事 很多朋友都在好像都大概五六點鐘就出來了 都說堵車就堵了三多小時,這個霧霧影響的話能見度低 車肯定都開不了好多,即使上路的話也是開得比較慢 或容易出車之類的,我今天沒開車 但是我一出來我感覺,今天早上我就感到賞了 有點不太舒服,我想還是戴口罩吧 其實平常不用戴口罩的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他的夫人彭麗媛 在霧霧期間離開北京,前往巴黎出席全球氣候峰會 習近平在巴黎強調,中國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事業的積極參與者 對此40歲的老司機黃賢偉說 希望各個國家聯手吧,解決一些這種排放問題 是吧,污染問題,怎麼能把所有的國家聯手起來 是不是,畢竟地球是咱們大家一起的 是吧,大地層也是大家一起的 共同想一個辦法吧,是吧,合得更好一點 報道說,中國科技部發布了長達900頁的 第三次氣候變化國家評估報告 報告詳細列舉了全球變暖 將會為中國帶來的嚴重後果